本影片由JetGPT产生脚本 简映自动生成影片 用来比较AI人工智慧生成的影片 与人工制作的影片有何不同 接下来我们开始吧 对于大部分的机械工程师来说 如果学习2D机械绘图 通常都会由AutoCAD开始学习 因此我做这个影片来稍微介绍一下AutoCAD的历史 并且介绍一下它的重要版本的功能以及发展方向 AutoCAD的发展历史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它始于1982年约翰沃克、John Walker 和其他12人创立AutoDesk 该公司的目标是创建一个软体包 使工程师、建筑师和其他专业人员 能够在计算机上创建准确和精确的设计 AutoCAD的第一个版本于1982年12月发布 由于能够创建精确的图纸 而迅速流行起来 早期AutoCAD主要用于2D绘图 然而随着该软体越来越受欢迎 AutoDesk发布了具有高级功能的更新版本 1986年发布的AutoCAD 2.5 引入了尺寸标和图层管理等功能 1987年发布的AutoCAD 3.0 进一步扩展了这些功能 使创建更复杂和详细的设计成为可能 随着AutoCAD的普及 它成为了CAD软体的行业标准 其他公司开始开发与AutoCAD兼容的软体 进一步扩大其范围 随着3D建模功能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推出 AutoCAD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继续发展 这允许用户创建他们设计的3D模型 可以旋转并从不同角度查看 渲染和可视化方面的进步 使得创建更逼真和逼真的模型成为可能 如今AutoCAD仍然是使用最广泛的CAD软体之一 在AEC行业中占有重要的市场份额 最新版本的AutoCAD具有云协作和移动访问等现代功能 这些功能使专业人员能够更高效地工作 快速轻松地创建准确的设计 AutoCAD对行业的影响是巨大的 它影响了AEC专业人员的工作方式 使创建更复杂和详细的设计成为可能 它还对制图和设计专业产生了重大影响 使创建更准确 更高效的设计成为可能 展望未来 AutoCAD具有进一步发展和改进的潜力 AutoDesk已经开始将人工智能AI集成到软体中 从而实现更高效更准确的设计 此外 AutoDesk一直在探索更高级的3D建模功能 使用户能够创建更加复杂和详细的设计 不过AutoCAD未来也将面临挑战 其他公司正在开发与AutoCAD竞争的软体 不断变化的行业趋势可能会影响其市场份额 尽管如此 AutoCAD的发展历史和对行业的影响清楚地表明 它在未来几年仍将是AEC专业人员的重要工具 以下是AutoCAD个重要版本的更新 以及简单的功能介绍 AutoCAD R12 1992 AutoCAD R12是一个重要版本 因为它在AutoCAD中 引入了第一个真正的3D建模环境 它允许用户使用新命令和工具 创建3D实体和曲面 此外 AutoCAD R12改进了与其他软体应用程序的文件兼容性 AutoCAD R2000 1999 AutoCAD R2000是一个主要版本 引入了许多新功能 包括改进的文本处理 尺寸标工具和自定义选项 该软体还引入了将绘图发到网络的功能 并允许用户以各种文件格式导出绘图 AutoCAD R2004 2003 AutoCAD R2004具有多项重大改进 包括增强的3D建模工具 新的视觉样式和改进的性能 此外 该软体还引入了图纸及管理器 允许用户将多个图纸和局作为一个单元进行管理 AutoCAD R2007 2006 AutoCAD R2007引入了新的3D建模工具 包括动态快 以及在概念设计环境中创建和编辑实体的能力 该软体还具有改进的是和尺寸标工具 并引入了保存和恢复涂层状态的功能 AutoCAD R2010 2009 AutoCAD R2010引入了多项新功能 包括填充和渐变编辑器 它允许用户实施创建和编辑填充和渐变 该软体还引入了参数化绘图工具 使用户能够对几何图形应用约束 从而更容易对设计进行更改 AutoCAD R2013 2012 AutoCAD R2013具有多项改进 包括重新设计的界面 改进的模型档案工具 以及用于根据航空照片创建地理位置的新工具 该软体还引入了导入和导出PDF文件的功能 使与他人共享设计变得更加容易 AutoCAD R2016 2015 AutoCAD R2016 引入了多项新功能 包括增强的3D建模工具 改进的性能 以及使用触摸和手势 创建和编辑工程图的能力 该软体还具有共享设计的新方法 包括将设计发到云的能力 AutoCAD R2020 2019 AutoCAD R2020 引入了多项新功能 包括新的快调色版 改进的性能和新的深色主题 该软体还改进了用户界面 并引入了新的协作方式 包括使用Dropbox和Google Drive等云存储服务的能力 总之 AutoCAD多年来经历了多次迭代 每个版本都引入了新功能和改进 从3D建模到改进的性能和协作工具 AutoCAD不断发展 并仍然是AEC行业专业人士的重要工具 AutoCAD自诞生以来 一直在不断发展和完善 其未来的发展方向 很可能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与其他技术集成 AutoCAD可能会与其他技术集成 例如人工智能AI和虚拟现实VR 这种集成将使用户 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 以更高的精度创建更复杂的设计 基于云的解决方案 基于云的解决方案 将允许用户随时随地 在任何设备上访问AutoCAD 它将实现实时协作 并使与他人共享文件变得更加容易 自动化 AutoCAD将来可能会变得更加自动化 这种自动化将使用户能够更有效 更准确地执行重复性任务 从而腾出时间进行更复杂的设计工作 改进的可视化和渲染 AutoCAD可能会继续改进其可视化和渲染功能 这将使用户能够创建更加逼真和身临其境的设计 准确反映成品的外观 增强现实 AR AR是一种允许用户在现实世界中查看数字设计的技术 AutoCAD很可能与AR技术相结合 让用户可以在真实环境中查看他们的设计 从而更容易可视化和理解设计的空间关系 总之 AutoCAD很可能会继续发展和改进 使其成为建筑 工程和建筑行业专业人士不可或缺的工具 通过用AI、VR和AR等新技术 AutoCAD将使用户能够比以往更快 更准确地创建更复杂的设计 以上为AutoCAD软体发展历史的介绍的影片 希望大家喜欢 请分享 订阅及按下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收到本频道新影片的上片通知 谢谢各位